那接下来很重要的是这三个是互动的 所以我们如果在远距的时候啊 刚刚讲前面那些都是可以在课堂上直接操作 或者你在远距的时候是示范操作 但是接下来这三个是可以远距跟你的孩子互动的 远距时代都可以用得到的 我们先讲第一个分享档案 这个分享档案呢等于是交作业的功能 我们通常会这样做 就是我会布题 布一个题目 比如说我们这一堂课是教三角形 那请各位同学就是用你的手机或用你的平板 找找看家里有哪些东西是三角形的 请他把它拍下来 把它拍下来 那拍下来之后呢 我就会把这个功能打开 然后我跟他说 好各位同学请你把你的手机或平板打开 然后你就把 你就把你的QR Code打开 来请各位老师们 请你照一下 你的用你的手机或平板QR Code照一下 加入到我的课 加入到我的课 所以你现在拿手机 拍这一个QR Code 会进到我的课里面 请各位先拍一下 我们先练习一下 这个远距是用得到的 远距很好用 可以立即的收学生的回馈 那如果你有安装刚刚那个Companion的APP 你先把那个APP打开 然后右上角有一个扫描的图案 你用那个扫描来扫 你的执行的效率会比较好 在APP的执行效率会比较好 大家应该都进来了 那我就继续了 当大家都进来的时候 你的课堂就会有很多学生 对不对 那这时候 我刚刚部题也已经跟同学讲过了 那这时候请各位 那个Companion里面 不是有一个小飞机吗 请你 请各位同学 你随便 就把你刚刚的作业 照片 请你传给老师 用那个小飞机 所以请你把它传进来 各位可以开始 点你手机上面的那一支 那个小飞机 当你听到那个 就是有老师 就是有学生已经交作业了 所以你这个小飞机打开呢 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作业 然后你如果要拿 就是要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 对不对 分享 就直接把它拉出来到你的黑板上 然后拉出来之后 它会传输 现在网路比较慢 好 他就会 那个老师的东西就会在这里 好 你就可以在这里 再跟同学分享 或者请那个同学 来做分享 好 所以在这里就可以收到大家的档案 然后这个 这个所有的档案呢 也会留在你的云端资料夹 好 他这些档案都会留在你的云端资料夹 所以你就可以把学生的作业 通通收集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在远距的地方 可以跟学生 直接做互动搜档案的地方 所以其实有时候 你也可以 就是学生在家写作业 用作业簿 你可以让他直接用拍照的方式 用这个方式交给你 也可以 好 也可以 就不用一定要用那个classroom 好 这个方式也可以做互动 好 那包括那个手写的截图的 画板画的 都可以这样的方式去做处理 好 这是线上搜档案的方法 如果老师没有问题 请你开自己的QR Code 然后手机去扫你自己的QR Code 然后 自己再传一个东西上来 上到你的课堂 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传的东西 好 就假装你自己也是学生 好 请老师练习一下 这个部分我们给各位两分钟 好吗 有时候有临时的东西要 处理 然后又没有在classroom里面交办 或者 你的学生没有 不会用classroom 没有用classroom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直接搜档案 或者是临时的演习 临时的演讲 要搜东西 好 那只要是你那个 图片档 他都可以这样丢上来 所以如果你是学生 直接在纸上面写的作业 就让他拍照就好 好 如果是用平板 开那个绘图的功能 直接写 或者用笔记的功能 直接写的话 你就把它截图丢上来也可以 就请学生把它截图丢上来 好 那你的手机 应该长相就是像这个样子 长相就是像这个样子 好 好那我们继续哦